在成都这样一个经济发达 人口稠密的城市 踪地体量占比极高 老旧建筑的问题日益突出 难以满足当今中国 对低碳绿色建筑的发展要求 我们需要一种更为绿色环保的方案 来对城区踪地进行升级改造 从而支持当地的持续性增长 位于成都三国创意园的 五侯国际城市设计产业中心项目 是新加坡能源集团在华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也是运用功能威网技术 进行踪地改造的成功案例 在五侯区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我们在未来25年内 就该项目提供设计、建造、石油和运营在内的 能源系统与建筑基电的综合能源解决方案 项目针对四个独立区域 进行全面的修缮改造 打造成集商场、办公、会展中心于一体的商业综合体 未老旧建筑、富与新生 本项目是功能威网概念 在中国的首次落地 独个小型制冷机房 通过联网互为备用 实现互联互通的灵活操作 对比传统的区域集中功能系统 功能威网还具有更高的可延展性 对于分阶段、渐进式的项目而言 可以避免初始投资的过早投放 灭除多方运维等后顾之忧 五猴节能改造项目 总建筑面积约45000平米 总制冷量为1950冷吨 共设三个制冷机房 由新加坡能源自主研发的中央控制系统 统一控制和调度 至于楼顶的设计 正是充分考虑到原建筑的实际情况 灵活运用功能威网技术的创新实践 体现了功能威网 适合改造各类老旧建筑的优势 另外我们以热源塔代替锅炉 实现了功能威网技术 应用于区域供热的功能 与传统制冷和锅炉系统相比 五猴功能公热威网系统 将实现35%以上的功能节能目标 和50%以上的功热节能目标 我们提供全年24成7的不间断运维管理 确保了机组长时间处于高效稳定运行 同时我们也参与了该项目的 各类机电工程的设计和建设 五猴节能改造项目在2022年10月投入院营 实现了节约能源 提高能效 减少碳排放 降低功能公热设施总成本等诸多效益 也为广大业主提供舒适美好的体验 我们相信 适用于棕地节能改造的功能公热威网系统 将在更多发达城市和地区得到积极应用 助力中国实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目标 新加坡能源集团 预能未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